大家好 我們是張濠信的永大汽車 我是業務曉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台 2020年的ES200 走進我們行鋼鋼日行燈的造型 是非常具有辨識度的家族設計 入室的手箱護罩 整體的線條 非常的流線 非常的鋒利 搭配的是一個17吋的鋁圈 這台燈它有盲點山側 還有摸門解鎖的功能 它整體的線條 非常的流線型 非常的好看 車尾的部分 尾燈 尾燈是一個LED導光條的設計 來看後翔空間 相當的深喔 進來到駕駛座視角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先看到 它有三組的電動吸座椅 然後有電折的後視鏡 這邊有方向盤的快控 這邊是控制螢幕 這邊是控制跟車系統的操作 還有給換檔活電 還有AUTO的大燈 電動調整方向盤 還有AUTO的雨刷 還有群膝防滑 駕駛模式的選擇 車道維持 後方追撞 有盲點偵測 這台車目前跑了七萬多而已 一鍵啟動 電子手煞車 雙驅的橫溫空調 冷熱通風椅 後座的遮陽臉 這邊有附充電孔 兩個杯架 這邊可以操縱中控的螢幕 然後有AUTO HOLD 再速洗火 置物空間部分是蠻深的 然後來到後座空間的部分 以我170公分標準座椅的情況 我的西部空間大概有三個拳頭 頭部空間有一個半的拳頭 有後座出風孔 充電孔 整個內裝都還非常的新 然後中央扶手拉下來 有兩個杯架 可以放飲料 可以拿後箱的東西 開孔 那個空間非常的寬敞 非常的舒適 天窗 這台2020年黑色ES200的介紹 就到這邊結束了 各位如果對這台車有興趣 都可以上我們勇大汽車的官網 查看這台車的詳細資訊 以及它的售價 各位我是小林 謝謝今天的收看 掰掰 實在就是SUM